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活在世界上难免要遇到很多挫折和失败 一般人的反应那么就是愿意愿有人 学了博之后我们才会明白 混住我们身心的枷锁 是自己设下的陷阱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设下的陷阱当中一头栽进去 并且并且一厢情愿的苦藏 苦藏 悲伤的滋味 所以佛法让我们明白 人生必须学会变化 要懂得无常 转化消极的这种能量 来防止自殊 来防止自残自己善良的心理 所以每个人都说别人害了他自己 实际上就是自己在害自己 每一天叫着要报冤要报仇 痛苦没有对他有丝毫的减少 罪恶业障也不会因为你想要报仇报冤 而因此减少 要学会心理常愧疚 任何的事情发生 都和我们心理心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磊落坦荡 你将会走过悲宫 面对自己抬不起头来 说明你的身心受到了创伤 所以佛法讲 行则若带禅所 处则若观至故 在你行动上 你就会像带着 缠锁一样 把你缠住了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走不开 处则若观自故 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 那么最后就剩下你腐败的灵魂 所以一个人痛苦之后 剩下的就是痛苦的灵魂 所以要学会珍惜 善缘 哪怕是恶缘 也要懂得 这是让你理解因果论 一件恶事发生了 你可以懂得 这是我上辈子种的因 今世鸡的果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而现在的人 如果发现好的 觉得是应该的 发现不好的 觉得那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就是缠锁 把自己缠住 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 它会非常痛苦 过不来 我们人 实际上懂因果论之后 就明白了 现在 和未来 只是一个连接点 我们现在唯一的要做的 就是怎么样做好现在 拥有未来 因为所有的过去 如阴暗 潮湿 如一切 乌云一样 都会过去 因为它只会给你带来 无量的 生死轮回的因 所以 执着于过去的人 他还会在人间轮回 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 被过去的 夜阴感召 和报应 所以产生出来的 未来果 会产生了 一些造果的因 而这些因 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这么讲 我这么讲是对的 但是你没动脑筋 就这么讲 你可能就错了 别人天天这么做的 你不动脑筋 就这么做了 你可能就错了 所以 透过自身的观察 要把因果看成 我们具体生活的依据 所以有智慧的人 害怕因果 没有智慧的人 天天行着因果 因果来了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 一切的遭遇 脑海里会出现 不如理 不如法 不适合现代社会的 那些念头 心灵的 心灵 会被烦恼 所自控 你的真正的良心 得不到舒展和解脱 所以一个人 所以一个人要懂因果 因为身体是我们的牢狱 因为身体需要 吃啊 吃啊 用啊 欲望啊 你就开始用眼耳 低舌声音 去 追逐 去拥有 但佛说过 这个世界一切 都是无常的 不能永久的 以为是我所拥有 你就会 被捆绑起来 被捆绑起 心灵的人 他不会 得到内心 真正的 自由 自在 所以 佛菩萨让我们 面对生命的真相 更切身的 投入到 真理的 探索 积极的去寻找 心灵 深处的解脱 首先 要改变自我 学国人要 常常的学会 进口 这个进 不是干净的进 是静止的进 进口 因为人一讲话 过去讲出口就是业 话讲出去像泼出去的水 收都收不回来 所以 所以 讲话快的人 他气动得 厉害 所以 一讲话 气一动 你的心 就稳固不了了 你的心 就不会 平衡了 你的心 会执着于 我下 而远离了 无我中的 任运 听别人讲 你会学到 很多的 心里的平静 自己多讲 心一动 念就 住不了 所以很多人 心念 管不动 心一动 气就动 心不动 气不动 所以很多人生气 就是由心开始的 由气动开始的 最后 最后 一肚子气 然后 嘴巴开始乱讲 所以 静住你的口 很重要 但是 更重要的是 防住你的心 你才能 心不动 心中的光明点 才会出现 大家知道 什么叫 心中的光明点呢 就是 善良点 慈悲点 所以你去看 不讲话的人 大家都喜欢他 话语多 整天跟人家 抢着话讲 你这个人 人家看见你 时间长会讨厌 所以要学会 自归一 自归一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 看到自己的过失 我今天 像不像菩萨 要看到自己 过去的过失 就是要改正 自己的现代 要环境 自己的未来 所以你想 未来要把自己 变得干净 你今天就要改正 你知道过去的过失 你今天改正了 你未来就干净了 所以 所以常需 下心 什么叫下心 也就是说 经常把自己放的 第一点 多听别人讲 少固执 以低下的心 对别人尊敬 对别人尊敬 第一下的心 普行 公敬 普行 公敬 你们去看一个人 公敬别人的人 这个人一定是千千千君子 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有道德 有水准的 要普行 公敬 普遍地去行为 自己的公敬心 即是 见性通达 你今天能够放下自己 你才能去 公敬别人 你今天觉得自己很高傲 你不会放下自己 所以当一个人 普行公敬的时候 你这个人 基本上 能见到自己一些本性 通达你的 这个社会上存在的意义 所以你去看看 很认真的人 永远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公敬 才能学佛 公敬的人 才能明心 见性 心要让他 常住在 干净 和宽广的 气场当中 所以一个人 不能常生气的呀 你的心 放在 干净的 宽广的气场当中 这就叫 修行 你们如果把心 经常放在 不干净的 气场当中 就会生气 师傅 举个例子 今天人家讲句话 你觉得 他是在讽刺你 你就等于 把你这个心 放在 不干净的 气场当中 如果你今天 人家说句话 你感觉 像别人在讲你 但是你自己觉得 有着见识 不着加冕 不所谓的 我本来就在学 我不但要学佛 我还要学作人 所以自己做错了 好好赶 这样的话 你就是在 干净的 气场当中 修行 而且一切 都会过去 人很痛苦的 就是觉得 这件事情 为什么过不去 实际上 很多事情 都会过去 学会 有事 尽心 就好 如果这个人 活在世界上 碰到很多事情 你只要 尽你的心 去做 你就是对得起 菩萨 菩萨都看得到 有事尽心 就好 我本无心 我们人 本来就应该 无心的 有的心是什么 都是小心眼 嫉妒心 忏忏心 贪忏痴慢心 所以 我本无心 何妨万物 常绕心 就是你自己心 不挂在心中 你何妨 世界上万物 总是来 绕着你的心来走 所以你不要去 挂心 不要给它有钩子 因为你的心 把这些世界上的 名利啊 全部都 挂上了 所以你就放不下 所以学会用 佛法的理念 去作为 修心的方法 佛法的理念 是什么 用欢喜心 用感恩心 用平等心 你才能 你才能 放下 万元 守住自己的戒律 帮助自己 在不能自我控制的情况下 保持 身口意 清静 这句话 什么意思 你今天 不开心了 你要学会 让自己的心 变得开心 因为明天会改变 你今天 没有感恩心了 你要把自己 伸出感恩心 你有没有感觉到 别人对你 很多的帮助 任何一个人 现在对你不好 你都要想到 他曾经 对你好过 他曾经 帮助过你 这就是一种感恩心 平等心 不要去看不起别人 也不要被别人看不起 就是平等心 平等心跟堕落性都一样 堕落的人 他不努力 人家会看不起他 但是有平等心的人 他会觉得 每个人跟我一样 我跟每个人都一样 我答应 都一样 都一样 同意 都一样 到了